一般来 迎向阳光 努力向前 晚霞满天 雨火点点满不海上 梦与希望 转为生活的动力 走回出境 出不开脱 生命比真丽 可爱 这条鱼应该是新鲜的 鱼的脂肪很容易酸化 而酸化后的脂肪不仅容易致癌 也会导致很多的血管病变 所以您看 在夏天吃鱼 是不是要显得格外的小心 同样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还是会举办 这个海燕之旅的有奖争达活动 所以很可能您就是下一位 免费从恒村到蓝宇之旅的幸运观众 所以一定要请您好好地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先来看一看今天的节目 又有哪些精彩内容 今天雨夜古今谈中 胡局长又将为我们带来 哪一段精彩的典故呢 海盗彩峰今天要带大家去一趟彰化陆港 您知道陆港镇除了古迹及庙宇之外 还有什么新鲜好玩的事吗 今天高师傅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道精致可口 适合夏天食用的佳肴 您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好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观赏 今天精彩的雨香风情画 欢迎收看今天的雨夜古今谈 局长好 胡小姐好 各位观众好 我知道今天局长要跟我们讲的 如果是在当时的话 应该渔民朋友们会自己最关心 就是自己的切身问题 到底那个时候 荷兰人在占领时期 他对我们渔民朋友的影响 是正面的呢 还是负面的 那你那时候他对我们好不好 真的 本来讲 荷兰人在台湾 或者是到东方来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做生意 是赚钱 所以整个的着眼点 都是以经济为目的 所以虽然荷兰人在台湾的时候 他鼓励大陆的人到台湾来 经营渔业 农业 或者是贸易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想要赚钱的 荷兰人在台湾的时候 他向我们的渔民抽过 几种不同的税 首先呢 所有的人在台湾 七岁以上都一定要缴人头税 人头税 所以就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 还要向荷兰人缴人头税 你说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啊 所以啊 外国人占领之下 有时候没有选择 对于渔业来讲 他们呢 对渔民 他抽的税叫做十一之税 十一之税 十一之税 十一之税的意思就是说 抽十分之一 那鱼抓到了以后 十分之一要交给他们 那局长那个时候的鱼货物 大概都是哪些鱼 蛮好奇的 那个时候啊 因为外国人有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优点 他们经常都有记录 所以啊 根据当时有一个叫做 巴达维亚城的日记 里面记了 当时在台湾抓到的最多的鱼 就是我们今天一样的鱼 哦 那根据日本一位学者 中村先生呢 他的研究的结果 在那个时候 所抓的鱼呢 第一个 都是在南部地区 那在南部啊 在高雄啊 安平啊 这一带也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以乌鱼为主 抓的都是乌鱼 第三个呢 渔业的季节 是在冬天 那我们把这几样事情把它 凑在一起来想 跟我们今天的乌鱼完全一样 那同时啊 根据当时的记载 他们对乌鱼籽啊 也特别分开 他们把乌鱼籽是这样写 嗯 嗯 它的纸啊 是带红色 用盐来淹了以后啊 中国人视为真品 所以说三百多年以前呢 这个乌鱼籽已经是很珍贵了 所以由这一点看来啊 乌鱼啊 对当时我们大陆到台湾来抓鱼的鱼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鱼种 那大部分的鱼抓乌鱼抽十一只穗 可是有一些小的山板 比较小的船 它常常出去马上靠岸 出去马上靠岸 嗯 嗯 它们觉得很烦 同时呢 又觉得它们很容易漏税 所以它又换一种方式 它每一条山板 它一个月发一张执照 这就是抽月税 那一个月发一张执照 然后呢 你拿到这张执照 这个月啊 就可以啊 出去作业 所以又小船 小山板是抽月税 另外一种呢 叫做 湖 对于一些港 或者港湾的地方 它用叫湖的方式 所谓叫湖 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包 大家公开来叫价 然后说这个湾 一年多少钱 看哪一个人标到了以后 他把这些啊 再分配给渔民 渔民向他缴税 他再缴给政府 所以当时的方式呢 有十一只税 也有抽月税 也有港湾呢 是以总存包的方式来缴税 我这样子 感觉上啊 好像听起来 荷兰人还蛮有制度的 但是 好玩的是 那个时候我们的渔民朋友们 他们会这么样的配合吗 因为毕竟都是自己补的渔货 那这么乖就是 该绞的就会兜绞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不过那个时候好几百年前的事 那个时候的船啊 都很简单 而且呢 这个渔货呢 保鲜呢 也没有今天这么好 所以这些船出海作业了以后 一定要靠岸 一定要靠岸来整补啦 或者是补击 所以现在荷兰人就规定了 所有从大陆到台湾来抓鱼的船 先到大园 也就是今天的安平呢 先去报到 报到了以后拿了执照 然后再去抓鱼 抓完鱼以后呢 再回来到大园呢 到安平 到那边缴税 缴完税以后回大陆 那渔民有没有选择啊 因为为了自己的安全 必须要整补 必须要补击 所以呢 他只有啊 会乖乖地缴这个税 你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本来听故事 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这些故事呢 真的是以往的话 我们也不会想 也不知道 从哪里可以听得到 那局长 下个礼拜呢 要告诉我们 什么样好听的故事 我想下个礼拜 我们就谈 郑成功来台湾以后啊 跟后来清朝啊 他们对渔民呢 是怎么样的 他们对渔民 那时候又怎么样 还是抽重税 我们这样子啊 好吧 我们就来听一听 下回的这个渔夜谷经谈 一定也是很精彩的 我们下回见 张化县呢 位于台湾的中西部 它的北边跟大渡溪相望 南边则以左水溪跟云林县辟林 那么西边是台湾海峡 东边则以这个猫罗溪跟八卦山 和南投县相隔 那么现在的张化区一会 它是位在陆港镇 而今天海盗彩峰 就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张化区一会 它临近沿海的一些特色 蛮有意思的 我们一起来观赏 陆港 秀名陆载港 曾经被誉为台湾西部 最具古风貌的山镇 每年来此巡游探古的游客 不计其数 明末清初时期 为了方便和大陆间的交通 曾经在此地建港赋 繁华一时 而经遍地古迹的陆港 当年就以一府二路三蒙甲 和台南及台北万华 齐名为台湾的三大港口 陆港由于开发早 因此遗留了相当多珍贵的文化资产 像是庙宇 民宅 书院 街巷等等 这些古文化 除了具有观赏 游玩的价值外 蕴藏在这些史迹背后的文化价值 及生活智慧 更是值得我们的深思和体会 今日入港 除了大家熟知的天后宫之外 还有一个相当引人入顺的景观 那就是酒驱象 酒驱象之所以闻名 是在于它的曲折 当然这又是有一段典故可循的 由于陆港近海 海风特别的强劲 尤其在中秋之后 有名的酒降风字意吞扫 造成居民众多不便 于是鲜明就在建造房子的时候 每逢十间左右路便一驱 如此一来 强劲的海风便被分散 也可以利用巷道的曲折 防止了海盗土匪的侵扰 在酒驱象旁 还留有一座古艺盎然的十一楼 又名豪马楼 十一楼横跨在长巷之上 东西两楼前后相通 与长巷构成十字 为前清布正史 承其载地 陆港当地的小吃也是相当著名的 其中又以欧娃尖和牛舌饼为最 但是您可能还不知道 陆港还有一项台湾相当难见的 浅滩的稀有真物 那就是虾猴 虾猴是彰化沿海的特产 由于早期未被大众接受 所以渔民们所捕来的虾猴 多半成为自己食用的佐菜 尤其常年在外的陆港人 只要一回到故乡 一定会买一些虾猴 带回去好好地品尝 以解思想之苦 我们的外景小组 不惜越过城镇跟乡野 这是为了遍寻虾猴的真迹所在 在海风频频地召唤下 一行人兴匆匆地捡起裤管 披袖 就冲着想要发掘虾猴的乐趣 而弄得满身泥泥 却也不亦乐乎 虾猴外形介于虾蟹之间 体型最大者可以达到43公里 一般则为50到60公里 幸喜半沙半土之土壤 可谓以水一路 由于彰化县沿海部分的水浅 而且夺沙粥 特别适合虾猴 牡蛎 献 文葛 花葛的生长 在陆港沿海一带 都有它们的踪迹 对于休闲渔业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忽略了陆港 这个美丽的助角 特别要提醒您 前往陆港沿海的时候 一定要向当地的民众 询问当时的藏退潮情况 藏潮时海水会覆盖整个沙粥 就不适合前往游玩了 另外沙粥上也有很多的鱼被类 喜欢石碑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哦 陆港也是彰化区域会的所在地 彰化区域会自从张吉田总干事接任之后 考量会晤联系跟服务渔民方便因素 而考虑搬迁到为局彰化县沿海 湘镇中心点的陆港镇复兴路县址 随后在张总干事的努力四方奔走下 终于在今年的七月间 举行了落成典礼 落成当日由各级长官进行剪彩仪式 随后由陆江春雷的大鼓表演正式展开 当天会场热闹非凡 在各级长官自治之后 还有各项的表演参差进行 新建彰化区域会大楼在今年七月落成 面积有477坪共六层楼高 目前这座醒目的建筑物已俨然成为当地所属地标 走进渔会大楼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门口一座古代猎捕鲸鱼时所用的五金巨炮 我想这样的巨炮在现在大概所剩无几了 渔会一楼是信用部 二楼是渔会各科同事的办公室 三楼则是规划成可以供渔民聚会的大礼堂 值得一提的是四楼的渔业文物展示馆 为了让社会各界与后世子孙缅怀仙人 舔手知足致力于渔业发展的辛劳与智慧 彰化区渔会特别广泛的网罗全省各类渔业文物 包括三千套世界各国渔类邮票 古代及现代的各类渔具 渔法等等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看一看 彰化县是在我们台湾的中部 那本来在彰化县的沿海呢 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渔场 尤其是冬天的春渔或是物渔季节 南北部的这个渔船呢 都到彰化县沿海来溥渔 但是呢 由于彰化这个地方呢 由于几十年来 这个海沙的冲击呢 那在彰化县沿海形成 一个两三公里的朝鲜袋 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海上寮社 是早期渔民们在海上养殖牡丽 文革时为了遮风避雨休憩 而以孟宗族搭盖而成的海上灵石看守寮 全部的尺寸均是比照实体的缩小而成 古老渔法展示区中所展示的 都是一些较具年代与传统性的 沿岸鱼烙业所使用的网具 古老渔具展示区中 则是昔日曾经广为渔民利用 以竹木编制而成的鱼篓 鱼龙 以及捕鱼石所使用的鱼叉 鱼扒 鱼钓等等 在一旁的渔具材料展示区 包括了从古代所使用的麻绳 一直到现在在使用的尼龙绳 塑胶绳都有 还有早期古破网的工具呢 是不是很有趣呢 接下来另外还有渔航仪器展示区 这些都是渔船上所使用的仪器 再来您看到的是台湾主要 渔捞渔业的展示区 在这一区有个特色就是 所有的模型都是按照实体比例去缩小的 涵盖有远洋 近海及沿岸 各种渔船作业的情况 以及普遍为西部沿海所使用的交阀 还有这种定属网渔业 您一定没有看过吧 现在您所看到的是台湾沿岸的各种内陆 养殖方式 有最早的稻田养殖 还有渔温循环用水养殖 高密度养殖 湘网养殖等 养殖场用渔器区中 搜集了养殖液从矿苗到收成所需要使用到的器具 再将这些器具有系统的展示 最后并有鱼类标本的展示区 FRP 鱼类模型展示区 我们彰化区域会这个鱼页展示馆里面 最有特色的区域就是所谓的鱼页游票展示区 这里面solo了全世界各国 有关鱼页的邮票 大概有五百多套 里面大概有两三千张的邮票 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专项的 及有的这个展览馆 有关鱼页的展览馆 也是目前来讲的话 它也说的会最趋浅的 看完了这些琳琅满目的鱼类邮票 您是不是感到目不侠几呢 鱼页文物展示馆中 所展示的都是仙人智慧的结晶 经过彰化区域会 有系统的搜集及整理 才让我们可以了解到 仙人捕鱼作业的艰苦 传统鱼页的精湛 并完整地保存鱼页文化资产 是我们在欣赏完毕之后 所需要深思的问题 好了 看完了海盗台风之后 您是不是蛮有兴趣 想要到彰化区域会的鱼页展示馆 去参观一下呢 如果您想去的话呢 您可以直接地和这个区域会的 推广组联络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要开始我们今天的 有奖争达活动了 今天我要问大家的题目是 就是目前呢 我们正在推广这个 优良加工鱼产品 它的标志是什么 两个字的 很简单吧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 赶快用明信片写到台北市庄静路 391项一弄一号B1 余香风情话节目收 那每个礼拜 我们会抽出25名 是可以免费参加 从恒春到蓝宇的三天两夜 海宴之旅游艇海上活动 那当然如果您没有抽中这25名 免费参加的朋友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会抽出100名 是赠送您优待券 所以答案非常简单 赶快把明信片寄来 好 稍待一会儿 还有更精彩的高师傅时间 我们还会跟您见面 自己会做菜是一项成就 那么想要做一首好菜 就一定要收看高师傅时间 高师傅你好 你好 我想接这个单元一开始 我们先回复一位 从三重的观众朋友 寄来的信好不好 因为他写了蛮多的问题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 是问您的 好的 就是说他如果想自己在家里面 做生鱼片 什么样的鱼比较合适 一般来讲说 这个当然是鱼 第一个要新鲜 第二个话就是说 要最好是比较 算是一种大型 比较没有刺的鱼 比方说 比方说像我们讲说 台湾目前的话是鲍鱼 鱼 鱼 还有这个鲫鱼 像这种鬼头刀都可以做 高师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好像是比较清淡的对不对 对 夏天很深 夏天又到了 所以说今天大家 介绍一道菜就是说 很轻松 很好煮的就是做一道海鲜粥 好 因为大家都喜欢夏天喝的 比较坦荡水水的东西 那 准备的那个材料 大约是说 比较不带刺的这种东西 对这是一定的 好 我们来欣赏高师傅的这一道海鲜粥 我们所准备的材料是虾仁 白饭 牡蠣跟这个套丁 还有这个文革跟这个芹菜 好 现在我们来介绍这套菜的这个做的程序 第一个我们是把这个芹菜给它切成猪 这个套丁的话 我们把这个虚 先给它稍微切一下 然后把这个中间给它破开 把里面这个 就是这个套丁的嘴巴里面的两根蓝骨 我们来取出来 那个身体的部分的话 我们把这个翅膀要撕下来 然后把它切一半之后 我们要切片 如果说需要做成比较美观一点 我们可以消化 接下来我们就烧开水 我们让水烧开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饭摆下去 依照你人的多管 差不多我们平均 差不多一碗饭 我可以陪差不多三个人 在这个煮的这个同时的话 我们把这个太白粉 拌在这个牡蠣里面 当然这个牡蠣是洗干净的牡蠣 那现在这个饭也滚了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先把这个 鱼蠣 把这个鱼蠣 再下来就放这个烤鱼 这个鱼蠣 然后就放那个虾仁 做这道菜嘛 最好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带刺鱼肉 鱼肉啊 你带刺最好不要用 就要下来就是把这个鱼蠣给放下去 这个鱼蠣就最后放 等于是等水滚的时候 一放下去 然后最后我们就下一个调味料 就是盐跟这个味精 味精少许就可以 等到水再滚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了 那吃这道菜就是说要上座之前嘛 我们就炸那个芹菜猪 胡椒粉 还一点这个麻油 这样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海鲜粥 果然啊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吃海鲜粥 它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偷懒 比方每次做饭的时候 就多做一点 那吃剩下的饭冰到冰箱 隔天要想要吃东西就 拿来煮个海鲜粥 营养又蛮均衡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下个礼拜呢 下礼拜为大家介绍的是沙拉九孔 那所需要的材料 当然是煮菜就是九孔 另外就是说我们要买一个蜗菊菜 结球蜗菊 结球蜗菊 还有就是番茄酱跟这个沙拉酱 好 非常的简单 不要忘了在下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半 还是要准时收看我们节目 宇湘峰情话极极都精彩 我们下礼拜再见 哦 阳气翻来 迎向阳光 努力向前 哦 晚霞满天 雨火点点漫步海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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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